像这种比较大规模的活动 量比较大 因为我们基本上会提前两个月准备 就是下这个Use Forecast 然后去备料 然后去组织生产 这个一定要提前做 否则一旦用户的顶单下来以后 他再去备料是来不及的 可能会组织一部分生产包装发货 虽然我们在双十一承诺是十天或者十五天 通常是两个星期十五天要发完货 但是我们对内部自己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七天内要发完货 这样才能保证用户的体验好 就是超越它的预期 而不认识到最后一天才发货 这样所以我们又把这个生产 备料的时间要往前移 就提前基本上提前两个月就在准备 我们通常基本上在十万值这样的级别 因为这个这一天的销量 它会它是集中了很多的这个需求 大家都会有必要关注 首先第一个月呢 我们是这个生产计划部门 就是物料的计划部门先下订单 然后供应商会去准备 这供应商大概准备一个月 然后交付 交付完了以后我们要验收 工厂要验收这些物料 是不是一致性怎么样 质量是不是好 一致性怎么样 然后再去会做一些测试 元器件的测试 就确保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 是一致的 然后再组织生产 这样就是一个部门 从计划到采购 到生产 检验 到流水线 到包装 这一系列的环节 当然在这过程当中 其他的部门也会有很多的工作 会围绕着这个产品的 整个生产的流程 还有一些测试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一些辅助的工作 双11它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也是集中购物的节日吧 这个时间呢 一定要提前做准备 就是提前规划 包括一些活动 因为每一种产品的特性 可能不一样 它的活动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像这个手机 它是一个 还是它是一个科技产品 就是让消费者提前能了解 因为它不是在那时候 就双11那天 直接下定单 看到就直接 它是已经前面要了解 就让它了解这个产品的特点 就是它在 其实它是在收拾一些信息 如果我们买一部车子 可能收集的信息时间更长 但买一部手机呢 当然我们也会去做一些 通常来说 消费者会做一些对比 那因为我们提前呢 让它在这些 它去对比的 去查阅的这地方 能够展现出我们 在双11要卖的产品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特点 把我们的这个卖点 能让它明确地 能够知道 能传递给它 或者能产生这个共鸣的地方 这些的楼处呢 都是要在围绕着这个 基本上都是在线上 因为它从线上 转化到线上 是很自然的 你要从其他地方 从线下要转化上去 它很难 它要有一个空间的跳跃 它在线下看到 再去搜 它就转化率比较低 所以围绕着这些 购物的这个 查询信息的习惯 这个有很多方面 像这个搜索引擎 像这个贴吧 像知道 购物网站的搜索 包括陶克 各方面 那提前要去做一些 一些预热 一些准备 这个工作 也是做铺垫吧 那双十一的时候 可能是通道 然后它很方便的 能搜索到 或者是能展现量 要够大 就是在一些不同的地方 都能看到这个入口 有多入口 它才能有流量 其实互联网的销量 就是流量 可以转化率 所以前期预热 是为了到达的这个用户 能增造的用户多 另外一个 就是任何有提升 这购买的这个意愿 到这个购买的那天 就双十一 它才会有 比较高的转化率 因为它提前做了 准备了解了 但是它要过来 因为双十一 它竞争很激烈 所有的商品 大部分都在搞活动 别人都会集中过来 流量非常大 那它到什么地方去 在比较明显的地方 要去做活动 还要做比较 能吸引消费者的活动 比它在前期了解的 还要超出它的期望 前期了解的信息 比方说做一些 有吸引力的活动 一些送一些 比较特别的东西 甚至一些 它可能没有预期到的 一些活动 其实平时这些 也要做的 它其实是说 双十一这个节点 时间它比较大的一个节日 比较大的活动 那它就可能强度 前面的一个月的强度 会高一些 就是露出的强度 维护的强度要高一些 比方说这个 一般来说 它有几类这个信息 比较激动的地方 一个是这个门户网站 极大门户 像新浪 搜狐 网易 腾讯 甚至到这个 凤凰 这些里边 就是数码板块里面 通讯 数码 IT 这些板块里面 又有一些 有一份了 因为 基本上去查阅 这些资讯的 都会到这些 一个门户 这综合力 还有一种就是 到垂直立的 这个网站 就是以通讯数码 IT 这个 比较专业的 像 太平洋数码 像这个 中关村 像天机网 这些 它是比较专注的 这些也是一些 想去买手机的人 他会去 他比较专业的网站 再一就是 搜索 活动的提前预告 像 搜索 搜索里面 它现在比较丰富 就是各方面 从贴吧 知道 到这个 搜索引擎 到这个 百住百客 这些都要 在品牌露出的时候 能把这个 产品能带出来 包括这个 未来就是 在双十一 做的一些活动 就是可能 提前有一些 预告 或者有一些 吸引 能吸引用户 能更加深入了解的 一些 一些活动方案 首先这个 知道 然后他到我们的 这个购物的 这个网站上来 就像进入店面 那他会不会产生购买 这个就是看人的 网站 因为在网上 他是看不到食物的 他是没办法 去体验食物 他只能看页面 就页面表达出来的信息 能让他感受到的 就是这个产品 那所以页面的 这个表达 这个精美度 就是卖点突出 能跟用户产生共鸣 然后这个 要从美观 从用户的喜好方面 比较做的比较好 转化率会提升 如果是做的比较犯 就是或者是做的 那个不够精准的话 他就会退出率比较高 所以在这上面 是一个 就公底吧 做这个购物网站 那所有的购物网站 都是这样子的 包括这个 任何的经财类的网站 那这个是一个 就是要非常了解 自己的产品 要非常了解 自己的目标用户权 它的喜好 因为每一类的用户 目标用户 它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它喜好是不一样的 我们要目标是 是20岁到25岁的 这个男性用户为主 那就跟这个 女性就差异很大 年龄的差异也很大 还有这个收入的差异 就是买什么样的 级别的产品 这个还是蛮大差异 所以我们要深刻的了解 我们的目标用户权的喜好 然后那个用户的喜好 用用户的语言 做出来的这个网页 能介绍 把我们的产品充分展现出来 这样才能提高转化率 新城我们的目标用户权是在主要的核心目标用户权是在18岁到30岁 也就是大学生一直到大学毕业后的五六年这样的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年轻化的 因为我们的价位也是比较中等的 那这些目标用户权呢 他比较喜欢新的东西 就是比较容易接触这个 比方说我们的这些定制的模式 他愿意去尝试 他的想法会比较开放 也比较喜欢这种 就是颜色鲜艳 有一些个性的 因为这个时代的这个年轻人 他会比较有追求 比较自我的这个展现 个性的展现 所以这些商量我们就在我们的产品展示的页面上面 我们也充分表达这个 他的个性 他喜好的东西 然后他在看的时候会产生共鸣 评论是很重要的 老用户的这个反馈 这是一个硬质表 就是评价的这个分值 然后这个页面的精美度 页面的这个表达的产品的这个准确度 是非常关键的 这个的差异会影响比较大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就是在互联网上 他会比较简单简洁 就是直接表达 他不是在绕着弯子 所以让你还要去思考 因为现在的信息量非常大 然后你要充分的 要很快的让他能感觉到 能理解 就是简单直接的跟用户沟通 因为现在是追求效率的一个时代 特别是在互联网上 信息量最大 所以非常简洁 非常直接 简单的表达出我们的产品的卖点 产品的卖点要突出 像我们的产品 它的质感很好 我们就把这个细节 就表达出来 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地方 会很精湛 我们像清晨NX 就是全金属的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是以前的 我们是去年10月份推出 那苹果今年才推出了 它的iPhone 6跟6 Plus 我们领先了一年 其实这个配置 全金属的 今年很多产品在宣传 其实我们清晨早就推出了 我们如何把这些特点表达清楚 让我感觉到拿着这个产品 其实好的产品 它的特点就是表现在细节上面 当然首先这个产品的外形 大的形状也很好 大的这个功能 但是真正的差异是在细节 细节上面 大牌跟这个普通的品牌 就是在细节上面 它处理得非常好 包括这个设计 设计的语言的一致性 你看起来很舒服 好像是很自然 没有被很做作的设计过 还有这个细节错 它很精致 就像我们买一件衣服 你看它在这个街头的地方 在这个转角的地方 它就处理得非常精致 这才是一件好的商品 这也是一个 有品牌的产品的追求 所以我们把这些要表达清楚 细节是魔鬼 你细节没处理好的时候 你一看这个产品 大概一看都差不多 但是让它能感觉到 就是面对面 好像是在面对面的沟通 定价跟这个品牌的定位有关系 定价永远是跟成本没有关系的 当然很多的厂商是按照成本来定价的 其实全世界所有的商品 是价格是跟成本是其实没关系的 是消费者的感受 消费者感受的产品的价值 产品的价值首先是品牌的价值 加上产品的这种性能功能 它就觉得这个价值 所以我们清澄的主要是定位在 一千到两千这样的级别 我们有两款一个N1系列 是在一千多 NX系列在两千多 就是这个价格定位呢 它是比较适中的这种适合 也不是很低的 就是也有很 就是市场上有非常低的价格的产品 但是我们不跟他们去竞争这些 我们还主要是竞争产品的品质要好 体验要非常好 包括产品的配置 还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品牌 还是有一定的这个价值 让用户能感受到这个物超所值 其实他拿到手里的时候 感觉我们产品很薄 我们像N1我们只有六点几毫米 手感非常好 我们的设计也非常这个经典 就是能进得起时间的考验 我们现在的产品可能过一年两年以后 我们这个设计还不落伍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设计 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我们是把这个价值能把它保持住 有很多产品是 这个卖了以后然后过时了 或者是价格又跌下来了 我们追求的是比较保值 然后感觉到这我买了这个是值得的 而不是买了就后悔 对一个品牌来说 因为赠送你是多出来的 让感觉我会多就是一种关怀 一种说我赚了便宜了 其实消费者买不满意的东西 是他有没有感到赚到便宜了 而不是说你的东西便宜了 是赚到便宜了 那送东西对品牌也是好的 是一种关怀 但是打折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要慎用 打折它是有后遗症的 你今天打了 他再来看你这次又不打 我就心里有反馈 为什么大牌他他很在乎 他一般不打折 特别大的品牌 就是你今天打了以后 他就会形成习惯你明天我来买 我还要期望打折 因为我来的时候是有期望的 现实对我的期望 我就很失望 我就不幸福 因为我就是走了 所以这个打折要慎用 我的观点是这个 对调塑造一个品牌 但是不能说不打折 你为了去做活动啊 为了做一些特别的纪念活动 可以有 但是不能常用 你不能说今天打折 经常打 那这个让消费者感觉到 你的品牌就是一个折扣货 打折跟降价是两个话题 就是因为打折是你打完了以后 还要回去了 这才叫打折 因为你不回去了就叫降价 降价的速度不易太快 因为消费者它是有预期的 我今天买了以后 如果是你明天就降价 它会对你这个品牌的感受不好 因为我买了 马上就贬值了 就好像我们买了一个东西 就感觉到这个贬值了 它是一个 就是我觉得多花钱了 所以降价的这个频率不易太高 它是要有节奏 你因为在不同的时间点 它有新产品的推出 它有层次 一般的这种消费产品 它不是一个升值品 升值它就保值 甚至它要升值 你不用这样 但是对于一个消费品来说 基本上它很难去做到保值 升值升值 基本上都会降 这是因为消费品它更新换代快 你不降 别人在降 你的性价比没有别人好 你这个产品品牌就会受到影响 因为这个产品的特性 产品的力比也决定了 但是降价的速度不易太快 就不能说每个星期或者每个月降价 就是可能一个季度 这个两三个月降价 这是比较合适的节奏 不能太前 打折这个东西呢 还是一定要慎用 就是尽量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下 避免打折 哪怕你送一些礼包 送一些东西给消费者 甚至给老用户 如果是送一些东西给老用户 那效果更好 因为是完全超出 像我买了东西以后 我在家里我还又收到一个东西 然后被通知说 你这个说的一个小礼物 这就是老用户的有维护关系 老用户的关系是非常好的 其实维护老用户的关系的成本 比开发一个新用户成本低得多 但是很多的品牌都忽略掉了这些 其实老用户 他买过我们的产品的 对我们的产品 他非常熟悉 你是要互动一下 它是成本很低的 因为你要本身有资料 你既然有产品 它是有这个沟通渠道的 所以这方面 是一个 你永远把钱花在这上面 这个折扣 你既然会折扣深用 我觉得任何产品 任何品牌折扣都要深用 当然它这个折扣还是有用的 它就是像饮症止渴 但是我要这个活动要充 但是还是很多品牌打着 这是没办法的 那可能每个品牌的定位不一样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